四拼球赛林高原惨遭淘汰 梁静坤 王主亲横扫进8强 北京时间11月6日消息 2021年WTT常规赛 斯洛文尼亚拉什科站结束南单第二轮 中国队喜忧参半 梁静坤 王主亲 刘丁硕纷纷赢球进入8强 林高原以1比3落败止步16强 林高原是本次赛事的头号种子 他这一轮遇到英格兰的敦克豪尔 首局林高原就有些慢热 主动失误较多 敦克豪尔以11比7先升夺人 第二局林高原逐渐找到状态 他以11比8扳回一局 接下来的比赛 林高原打得有些急躁 主动失误又开始增加 敦克豪尔的搏杀非常坚决 结果敦克豪尔以11比7 11比8又胜两局 从而以3比1暴冷淘汰林高原 林高原也成为南单正赛里 第一位出局的中国球员 王主亲在这一轮发挥正常 他没有给德国的门格尔任何机会 11比8 11比6 11比3 他直落三局红扫获胜 梁敬坤同样赢得很干脆 他以11比5 11比7 11比9连下 三成淘汰了斯洛文尼压的科祖尔 刘丁硕在这一轮遇到德国的杜打 在比赛中刘丁硕一度以1比2落后 但他没有放弃抵抗 最终连班两局以3比2显胜过关 4分之1决赛里 王主亲和刘丁硕将上演得比战 独守下半区的梁敬坤 将对阵日本的目暴涌人